观众朋友们好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是纽约时间十一月二日下午两点半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媒体的一篇报道 文章非常有趣 叫林毅夫和他赌二十万 中国二十年后将赶超美国 这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中的他其实是尼尔福格森 尼尔福格森是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 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介绍说对于林毅夫和尼尔福格森的一场辩论 主办方发出感叹说 这是十年来最精彩的一场辩论 根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研究网站 十一月一日发布的新闻稿 在九月二十五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二十届世界经济论坛首场全体会上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林毅夫教授 与哈佛大学欧洲中心 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尼尔福格森围绕着中美贸易中国崛起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我们知道尼尔福格森是国际政治还有外交领域的著名学者 在这次对话中尼尔福格森秉持美国对华鹰派的观点 对中国的诸多做法都提出了质疑 而林毅夫则反对他 林毅夫说美国所提的强制技术转让违反WTO规则等等 都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是没有证据的指控 而例如美中贸易逆差等问题是美国自身结构性问题造成的 而美国习惯性的把问题归咎于中国 莫良在预测中美经济前景的时候 林毅夫说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 愿和尼尔福格森赌两百万美元 他说我想借钱打赌 因为我相信我说的话 而尼尔福格森则坚称中国不会超过美国 但是自己赌不起两百万美元 最后两个人各让一步 约定赌注为二十万人民币 而尼尔福格森在开场陈述中表示 众所周知中国取得了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工业革命成果 还有经济增长 回想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 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百分之十 而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以限制美元计算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百分之六十 而按购买评价调整后的标准计算 中国当时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 不过他表示中国取得这些成就 既有正当手段也有很多不正当手段 比如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 针对西方公司的间谍活动 还有持续的网络站等等 对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的曲解 操纵货币防止人民币升值 通过关税将西方公司排除在中国 通过市场之外还有其他非关税壁垒 都是中国采取的不正当手段之一 而尼尔福克森接着说 在中国迅猛发展的这大概二十年间 美国乃至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中等家庭收入 一直停滞不前 为了重新调整国际贸易秩序 川普政府大幅提高了对中国进口商品 还有其他贸易竞争对手征收的关税 此外美国也在对华为这样的中国科技公司施加压力 而贸易战正在升级为技术战 并继而越来越向冷战 甚至可以说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了 随后呢 林毅夫说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是互惠互利的 中国并不是造成美国问题的主要原因 而美国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其内部结构性问题 美国的消费需求巨大 而储蓄只有一点点 任何有这种结构的国家都会出现贸易逆差 而这种问题不能通过征收关税或者是其他措施来解决 而美国实际上是在和一个错误的敌人作战 尼尔福克森提到的对中国的指控 但是只是指控而已 林毅夫表示你真的有案例在支持吗 比如知识产权盗窃这里 中国也在向先进国家学习 想要采取一种非常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 如果有违法行为应该在法庭上解决 接着林毅夫说 在所有起诉中国公司侵犯知识产权的外国公司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外国公司胜诉了 但是在美国起诉美国公司的外国公司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十胜诉 而对于强制技术转让 林毅夫说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是自愿的 你怎么能强迫外国公司把他们的技术转让给中国呢 当然他们会用最好的技术在中国生产 因为如果他们不使用最好的技术在中国生产 他们怎么能在中国竞争呢 比如现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产量还有市场 当然像通用汽车福特这样的美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基地 他们可以选择不使用最好的技术 但是他们如果不使用最好的技术 又怎么能与现代本田还有大众以及其他国际公司竞争呢 而至于违反WTO规则一说 林毅夫表示按照WTO秘书长的说法 中国的成绩即使没有达到A plus也达到了A 而在过去的十六年中中国大约被起诉了四十几次 但是在大多数案件中都胜诉 而且即使中国败诉也遵守裁决 而在同一时期里美国被起诉了八十几次 却从未遵守裁决 林毅夫还说可以看到所有关于美国关于欧洲的预测都下调了 同时由于贸易冲突造成的不确定性 中国也面临着某种周期性外部性的下行压力 而当外部世界发展放缓时 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的中国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他说自己有信心能够使中国实现百分之六左右的增长 因为中国国内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而产业升级空间环境进一步改善空间 还有城市化空间也有不少 而中国也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投资 无论是从财政空间高储蓄还是丰富外储上说都是如此 而尼尔福格森则表示 尽管自己不认为美国经济明年增速会超过百分之二 但是美国不会出现衰退 而同时中国要超过美国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人口结构等原因 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不仅对明年也对未来十年做出了预测 短期来看中国占优 但长期来看美国占优 他这样表示 就是尼尔福格森的这句话 让林毅夫起了赌约的想法 林毅夫说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 自己即使是借钱也愿意和尼尔福格森赌两百万美元 而尼尔福格森则回应说 我敢打赌中国不会超过美国 林毅夫教授我跟你赌 我们各让一步吧 二十万人民币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林毅夫说好吧 我接受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说林毅夫和福格森到底谁会赢得这场赌注呢 接下来呢 再为您关注到来自华尔街日报 关于中国取消独生子女政策 但是却仍然难扭转出生率下降趋势相关的一篇文章 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我们一起来看文章介绍说 中国领导人曾经长期担心人口过快膨胀 而如今他们却在担心相反的情况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而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问题比原本以为的还要严重 而随着年龄中位数的不断上升 供养退休人员的劳动人口越来越少 这个前景正在成为中国竞技面临的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 一九七零年的时候 中国年龄中位数比美国低将近十岁 但是到了二零一五年 中国的年龄中位数已经高于美国 而中国于二零一五年底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 但是期望中的出生人口上升情况已经没有成为现实 而独生子女政策于一九八零年正式实施 当时担心的正式人口过快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一月份公布的数字 二零一八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是十三点九五亿人 而二零一八年全年出生人口是一千五百二十三万人 这比二零一七年出生人口少二百万人 而比官方预期数字两千一百万人大概少了百分之三十之多 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最近公布的一份年进中的一项指标显示 二零一八年生育数据更低 仅有一千三百六十二万 这两个政府机构对于新生儿数量的统计方法不同 国家卫健委是使用医院数据 而统计局则是通过地方调查进行推算 整体说来 二零一六年以来 国家卫健委的生育数据略高于统计局数据 而二零一八年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则远低于统计局数据 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而国家卫健委表示 两个数据的差距是因为对流动人口的统计不足 但是没有详述 而统计局也没有回应提问 中国决策者甚至退休人数不断增加 可能耗尽家庭储蓄 拖累经济增长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没有取消 尽管生育率较低 而且政府预计二零三零年开始 中国人口将下降 但是仍然规定一对夫妻最多只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中国政府认为技术进步还有自动化将有助于提高生产率 而对于年轻的劳动者的部分需求将得到解决 虽然官员们也采取了旨在鼓励生育的措施 但是他们表示不愿太快改变已经存在已久的政策 有一些人口学家说扭转这一趋势为时已晚 有一位中国人员表示 如果催算是正确的 那么中国的人口规模其实已经开始萎缩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位科学家易富贤 通过收集育林女性人数入学人数等其他数据 得出了对出生率的估计值 利用这种方法 他估计去年全年出生人口仅为一千万人左右 并且认为总人口数正在下降 虽然很少有人口学家同意易富贤的结论 但是大多数人都认同人口见顶时间将比中国政府预计的更早来到 而总部位于北京的独立智库全球化智库特要高级研究员黄文正表示 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还会不错 但是如果不能够解决人口问题将会面临大麻烦 有一些人士则完全不做估测 人口学家前国家寄生委专家梁中堂称权威数据只能来自政府 他表示如果政府数据不可靠 那么其他的估测数据也不会可靠 而寄生委以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而知名 其采取的方法包括强制堕胎还有绝育等等 梁中堂表示过去国家统计局会调整新生儿数据 以补上其认为地方官员漏报的出生数据 但是易富贤则继续呼吁中国取消所有生育限制 他表示各种迹象都显示出中国即将出现人口危机 而政府没有理由继续控制生育 为了支持中国夸大人口数据的论点 易富贤指出了新生儿与在校学生数据之间的差异 以两千年为例统计局统计的新生儿数量为一千七百七十一万 而到二零一四年十四岁在校中学生中人数只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万 即使考虑到两千年约百分之三的婴儿死亡率 也难以解释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 而二零一八年中国婴儿的死亡率为零点六一个百分点 一些地方数据的不规范为新生儿数据仍然不可靠的说法提供了依据 根据当地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在西南城市重庆 新生儿数量在二零一九年前五个月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 而六月份新生儿的数量大幅增加 一个月就超过了前五个月的总和 而重庆有关部门没有解释新生儿数量大幅波动的原因 也没有回复指评请求 而梁中堂预测在进行一轮或者两轮人口普查之后 将会出现一个真实的出生人数数据 中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下次普查是在明年 梁中堂说没有必要再捏造数据了 我们知道在十一月五日至十一月十日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举行 而这次进博会举行之前 中国商务部官员突然强调 中国有信心实现未来十五年进口三十万亿美国商品的目标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的消息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任洪斌 十一月二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通缉会上表示 中国是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市场 有四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同时中国的生活水平还有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消费升级也不断提升 而他表示中国的进口潜力会进一步激发和释放 有信心实现未来十五年进口三十万亿美元的目标 而受全球贸易放缓以及中国内需疲软的影响 中国二零一九年的进口情况实际并不乐观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上个月公布的最新数据 中国九月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同比下化了百分之三点五 但是中国官方对于买全球的潜力却是充满了信心 任洪斌说中国过去五年进口增长率占到了全球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七 说明中国的进口市场还有消费带动了全球经济贸易的复苏 还有增长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同时他表示中国政府一直高度扩大进口 二零一八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扩大进口的举措 比如主动四次降低进口关税 提高企业的投资投资便利化水平 加快通关速度 油滑进口结构 还有就是通过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 为海外企业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新的平台 正是因为这些政策还有营商环境的改善 都为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那么这样的一个姿态 是不是商务部在回应美国的进口诉求呢 习近平在十一月五日的进博会开幕致辞上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表示呢 我们华尔街网报节目也会继续为您关注 接下来呢 再为您关注香港局势的最新进展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在十一月二日下午香港发起了多场集会 而位于湾仔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被破坏了 大概在十七点二十五分左右 示威者呢损坏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大门的玻璃 还有闸门之后离开了 同时呢在大堂内出现了起火 而门口的玻璃也碎裂了 示威者呢大概在十分钟之后离开了现场 而根据新华社的职员表示 今天新华社内本来是有人上班的 但是因为大楼被损毁 已经疏散了所有人 目前呢没有人受伤 而示威者扔进的火种 似乎没有烧毁物件 只是熏黑的地板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再来看一看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